會像雪 大腸頭 內臟黑白切 每一樣都是限量 靠熱湯蒸氣 維持米苔木濕潤度Q彈口感 萬華老店飄香五六十年 在地人推薦 大腸頭 滴魚 翅膊肉 像我想要吃一個熱湯 再來 早餐先來晚熱的暖身 最強寒流席苔 氣溫將一路下滑 22號入夜到週三清晨最寒冷 被台灣預估長時間 維持十度以下低溫 連中南部都有感 加上清晨輻射冷卻 到週六之前 都要留意日夜溫差 北部的比較內陸空旷的地方 金門跟馬祖 甚至可能會出現六度左右 或六度以下的低溫出現 尤其馬祖可能最低溫 會在四度左右 那當然在中部跟南部的話 也是比較容易 有十度左右的低溫 在高坪跟台東 則大概在十到十二度之間 這波不只變冷 還會下雨 後雲量從週一下半天開始 影響台灣 週二特別不穩定 迎封面 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及宜蘭 防局部大雨 週三起轉乾 週四雨區 集中東半部 在陽明山的部分 水氣的條件是已經達到 那只是說溫度上 因為今天還在下降的過程 今天的入夜 一直到明天的這一整天 的零度線的高度 就有機會下降到 一千到一千五百公里 大屯山的一些 比較靠近山頂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 是有機會下雪的 寒流低溫搭配水氣進來 太平山下雪機率很高 陽明山系也可能出現 冰線甚至降雪 冷空氣南下報導 全台起碼凍三天 三連新聞和孟哲增加雪